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今天降温了,风好大呀 早上的话还是蛮冷的,10度 天气变得快得很,忽冷忽热 过个几天又26-27度 种了这几颗草莓也开了不少花 他们都说给草莓瘦一下粉长得快一点 这个品种是丹冬九九 买的裸根苗差不多3块钱一颗 对比了一下还是贵一点的草莓苗,靠谱一点 之前几毛钱买的草莓苗,那个苗老是长不大 现在瘦的这一盆是奶油草莓苗 这个是在某团上买的,快7块钱一盆 瘦完粉之后再摘一点红菜苔 这个红菜苔已在下期也没有多久 长得还是蛮快的,就是我种的好像有点瘦 先把这些开过花的都剪掉 它发的侧子还是蛮多 明天再给它试一点肥上去 其实之前我也给它上过底肥的 不知道怎么还长得这么瘦 这些菜苔厕子还是蛮多的 多试一点肥上去,长得壮一点 基本上每个盆子都种了两颗 应该是种的有点多 还是这里的天气不适合种红菜苔 像湖北那边下雪天,这个红菜苔都长得很漂亮 你们有没有觉得下过雪或者是打过霜的菜 都要好吃一些 现在好多菜园子都空着没时间打理 现在早上天亮的池 一般都是7点过后才会天亮 8点就要上班时间太短了没法整理 你们这个季节还种些什么菜 比天乐还有一段时间还想种点青菜 就怕到时候虫子多 都是瘦瘦的,不怎么出一根 我发现我西红柿也种不好 每年种的都是这样子,下面叶子会黄 冬天种的还能吃到 过了冬天之后就完全不行了 西红柿没成熟,这个苗就挂掉了 这一排之前种的是花菜 花菜现在只剩最后一颗 其他的已经摘掉 就是还有一些上海青之类的 那些是后面撒种子撒上去的 现在把这些青菜剪掉 菜池要整理出来种其他的菜了 这一排的话种瓜种的比较多 像苦瓜、丝瓜、护瓜 这些都种在这里 这一排呀 这一排 这个就算是谁 这一排 还有什么画质 这些都不会熟재 这些是 前几天在这里种了芥兰和菠菜 芥兰还是苗大一点 移栽的长得好一点 这些菠菜现在也出苗了 不过出的更多的是油菜苗 种子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里面拆了很多油菜种子 这些小苗基本上都是油菜种子 去年我在水池边上也种了一点 结果长的全是油菜 把菠菜挡住了 菠菜没有长起来 现在就把这些油菜苗拔掉 让它长菠菜 快八点钟 太阳已经出来了